這其實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因為我想做的事情太多 然後沒有把它很完整的寫下 所以我就快速的講這些小坑 然後如果你對其中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來看一下 那有些就是已經直接可以做了 有些可能要先討論一下 第一個是跟HackFolder相關的 那有沒有人不知道什麼是HackFolder 有嗎?舉手一下 HackFolder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網頁 我們管理黑客送用的 就是這個可以快速切換 那這次GinVidienttoday這個 懸韻的入口網其實也是用HackFolder架的 所以它需要一些改進 包括在Mobile上面用手機看的時候 它其實不是很方便 那我們可能應該把它改成用Swipe的方式 或者就是像Facebook一樣 可能左邊的選單滑一下再拉出來之類的 這樣的方式去做可能會比較好 那如果有Mobile CSS或者是 這些用HackFolder可以來幫忙 那這次我們當然大家知道 我們把HackFolder搞掛了 然後他們就被抓辦的時候買下來 我沒有說兩種的關係 我說這是時間上的 OK 那這個 其實我們在HackFolder裡面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GoogleDop的話 它會先是Re-only mode 然後你按一下才會變成可以編輯 因為GoogleDop只能50個人編輯嘛 所以HackFolder有做這樣的事情 本來是想說HackFolder很多人用都不會掛沒關係 可是只是發現它其實會不好 所以我們可能HackFolder需要應付同樣的功能 就是像之前我們文波可能就是 預設是 就是read-only 它就只有一直更新 然後按一下才開始編輯 如果你要參與編輯的話 OK 所以這個是這個 好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用這個用來管理 黑客松的一些提案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大家自己去編輯才可以出現在這個Folder下面 好那之前其實有HackFolder還有其他討論一下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HackFolder 讓它支援一個collection 就是說HackFolder上面的collection 然後每一個有idea這個tag的 就會被抓起來 然後就是放在這個Folder裡面 所以就可以自動展開 然後有信息的話可以聊一聊 好那還有很多其他小的 譬如說那個IDOD現在已經改版了嘛 然後我們希望把它直接變成上youtube了 那所以變成說 除了你現在看了之外 你可以看五分鐘之前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100月office show的大概 你要過四個小時才能夠看到發生的事情 除了live之外 好那所以這個LY已經做了一部分了 那所以可以繼續討論一下 其實你把它做下去 好然後其他還有想說 欸我多一點時間好了 好多夸具 然後有一個想做的是所得稅的稅收結構 那我們知道政府財政困難 可是我想說我們想要多了解一下 政府的錢是從哪裡來怎麼花的 好那所以其實財政部有一個 總和所得稅申報合併統計專策 那我已經找出了裡面比較相關的表格 好那在這邊 那這個其實我們可以去看說 各種所得籍的人 他繳的稅或他的收入是哪一種 然後他的實際稅率大概是多少 那我們來看看這樣的分配 然後有沒有什麼奇怪的例子 或是怎麼樣 好然後Jury Jury有畫畫了一個貓卡 對不起 對不起 不好意思太多了 然後那個 還有一個是 選民構成分析 那這個我想做這個是因為 現在有那個哥蘭偉計畫 然後還有這個小蜜蜂戰隊之類的 那我覺得可以去分析說 各個村 村里他們的人口 年齡的構成 跟學歷的構成 那這個資料其實 財政部那邊有 然後我已經有去拿 然後這個可能可以把它 用Running之前的這個 地圖小幫手之類的 把它看看怎麼樣呈現出來 然後可能做一些有趣的分析 好然後 啊現在太多了 所以 好那那那那那那 我已經寫ID的部上面了 所以我就不講了 那就大家自己看一看 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直接開幹 好謝謝村長 接下來歡迎 我可以讓他一分鐘 因為我的